国感,位于缅甸与中国之间的丹邦高原,近临中国云南省,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。国感在籍人口约25万,其中90%人口,为华人缅甸位之国感人。 国感族,为主要缅北华人聚居区,国感地区原类中国领土,隶属中国云南省。1894年,中,因双方重新划定边界,在伦敦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规定国感地区为中国领土。 1897年,中,因双方在北京重义边界问题,英国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了蓄意点免借屋条约付款,将国感地区划入英属缅甸。 国感曾经1989年到2009年有高度的自治权,通行国感与汉语,流通人民币电力由南方电网通过云南电网,向老街变电站输送。 国感全境驾有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网络,无线方面使用中国移动,坐机则是中国电信,使用林仓区号0883,教学用语和教材文种,基本上为汉语和中文。 国感曾一度使用南洋版和台湾版中文教材,现基本上使用云南省九年义务教育制教材。 据2005年相关数据显示,第一客区政府的日常开支,主要靠税收来维持,客区政府内设财政部,国感县政府内设财政科,两个部门自收自知,因管理混乱,税收流失大,财政部每年税收收入近1000多万元人民币。 税收主要来源于博彩业、工商市场管理、进出口关税等。